所立定的旨意跟这个安排 圣经上说 圣经给我们看见 神的旨意有许多的层面 最主要的就是万有 整个宇宙的创造 人的堕落 然后历史的变迁 以及最后 中间圣子降世为人 拯救世人 然后圣灵施行拯救 在历史历代中间使人得救 以及到最后 基督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 死人复活 然后所有圣徒被提 最后所有人都经历 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这一切都是在上帝的宇宙中间 所以圣经就给我们看到 这一个非常重要的宇宙 这个宇宙就包括着 我们就说这里个宇宙中间 不仅仅是包括着 我们通常所认为的 这个好事 比如说创造 这个 这个 创造 然后给人这个命令 对吧 就是差遣人 去将这个 治理世界 然后但是呢 这个宇宙中间也包含着堕落 这是圣经清楚的启示 就是堕落 也是在上帝的宇宙中间 但是上帝是不是 喜悦人堕落 答案是什么 绝不喜悦 但是你说这两个怎么调和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因为从人的角度来说 人说上帝不喜欢的东西 上帝就绝对不会让他发生 可是如果上帝不喜欢的东西 他让他发生 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上帝不是上帝 因为那些东西是什么 上帝我今天我打了个盹 所以那个什么 撒旦 撒旦从光明的天使 堕落成为黑暗的天使 对不起 我老人家太累了 打了个盹 那上帝就不是上帝 而另外一个圣经的启示 是非常强调的一件事情 就是宇宙间没有一个molecule 一个分子 一个原子 是在上帝的余子之外的 上帝从起初指明末后的是 撒旦的堕落早在亚当夏娃 被诱惑堕落以先 上帝说我从开始就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他说这就是让我得到 最大荣耀的方式 这是他的命 他的余子 所以在上帝的旨意中间 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余子 上帝说我照光也什么 也许可黑暗 黑暗也是我的奴仆 在永世中间 我们看到地狱火湖 上帝说在地狱火湖中间 掌管的地狱火湖的是撒旦吗 不是吗 掌管地狱火湖的是 神公义的临在 上帝是万有的神 所以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你所信的上帝是 指什么 指有好的给人的 那这样的上帝就像我说的 他可能打盹 可能在他的旨意 他的余子中间 不好包括一些坏的事情 一些天灾人害 一些魔鬼的诱惑 这些东西上帝他老人家 有时间或者是想起来了 或者是顾得到的时候 会帮你一把 他顾不到的时候 你就什么 你就没办法 对吧 这样 这是一种 这是你所相信的上帝 还有一种上帝就是 在他的余子中间 就像约伯说的 我既然从上帝领受 什么 神也许可 恶事领导我 那但是在他的背后 虽然我不能测透 但是我相信上帝最终显明 而且上帝最终会 证明我的公义 上帝最终会安慰我 最终是显明他最莫大的荣耀 所以圣经中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原则 就是说 在我们的这个 每次周报的这个 这个 第一面 五个围读上面 最后一个围读 是所有的核心 围绕着那个核心 就是万有都是什么 荣耀违规上帝 违规上帝 荣耀违规上帝 也就是什么意思 神的余子中间 许可发生的一些事情 临到人的时候 上帝说这样 我才能达到最大的荣耀 以后上 这样的上帝不需要向人交账 不是说上帝 人说 我不喜欢上帝这件事 你做的这件事情 所以呢 我就选择我相信一个 不能够掌管宇宙万有的上帝 那圣经给我们清楚地看见这件事情 上帝没有一件事在他计划和他的认知之外的 是他的安排之外的 包括主耶稣拣选犹大 做他的最初的 做他的十二使徒之一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他从起初就知道犹大的心 但他仍然去拣选犹大 但是这个拣选给我们看见是什么 人所认识的是他 什么 跟随耶稣 可是呢 耶稣从起初知道他最后是背叛他 所以主耶稣的这个 这种拣选 是在人看来是一个拣选 但是最后耶稣显明说 他知道犹大的心 所以他没有什么 真正是他得救 所以 然后所以当人就是说 这个彼得跟犹大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是彼得悔改了 我会说 这个答案只给你一半的答案 因为彼得的悔改是谁给的 是谁让彼得可以悔改 让犹大 任凭犹大 不掉悔改 是实际上区别还在耶稣 耶稣说我为你们求了 所以圣经中有许多的东西 我们一定要仔细去看 不是光是只听一半的答案 所以当我们看到 这堂课就是给我们看见 整全的教导 你要么在中国这堂课 认识一个全知全能 这个全知全能的意思 再讲一遍 是他掌管宇宙万有 也许可在这个历史的演变中间 恶的发声 但是所有的恶都是他使用的工具 他不支持恶 他也不喜悦恶 但是呢 这些恶能够在他许可的范围之内 在他的缰绳控制的范围之内 使他得到最大的荣耀 要么你就相信的上帝 就是说我只愿意相信 我能接受的上帝 那就是同样的 这样的上帝是你意想出来的 不是圣经所启示的神 好 所以拣选是神不变的余止 在创世以前就已经立定 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 从已经通过自身的错谬 而从原初 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 他的拣选是从那种 已经从最起初的公义正直的人 堕落到罪恶和毁灭状态的整个人类 所有的人类都是起初正直 在亚当下王位 但是堕落到 后来是堕落到毁恶和罪位人类 神拣选了特定数目的人数 使他们在基督里得救赎 上帝在勇士中指定耶稣 为选民独一的中宝和元首 是救恩唯一的根基 这段话我们就是上一堂课所强调的 上一堂课所强调的这个拣选 或者是计划 我们如果你说把它简化 怎么简化 最重要的简化可以 一个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叫planned 是计划 在神的计划以内 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叫做unconditional 上帝的拣选是 无条件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不是根据人的回应做出的拣选 而是什么 在他的拣选之后 人才有回应 所以说unconditional 所以说他说 所以这句话就是unconditional 无条件 这些选民特别强调 在本性上并不比其他人更美善 神拣选一个民族 犹太民族 以色列民族 让他们成为神的选民 强调在圣经中这句话 犹太人今天是最很难接受的 他说在本性上 不比其他人更美善 实际上不仅是犹太人 是所有万族万民中间 得救的基督徒都是如此 也不比其他人更佩德 而是和其他人一样 出于同样的愁苦之中 上帝预定把他们赐给基督 使他们借着基督得蒙拯救 上帝也预定借着他的圣言跟圣灵 有效的呼召 吸引他们与基督联合 赐给他们真正的信心 称义跟成圣 今天我们继续再把这一段 再展开 好吧 所以这是多特性经中 所给我们看到的 拣选是无条件的 是按照神的 所谓的无条件 就是绝对不根据人的回应 绝对不根据说 我拣选他 他可以为我做事 这样的解读 是不合乎圣经的 好 然后下面就继续 把这个再讲一下 我就跳过了 这是上堂课强调的 一到七跟八 好 那这是上一堂课的一个总结 我们下面来看这一堂课 有没有想要讲的 因为我上一堂课没有把这些都 slide的带上 我们来看这一堂课 好 现在下面给大家一些时间 有问一些问题 我们来讲 然后再讲第三堂课 有没有问题 我问一个最基本的 就是这两派 一个是加尔文 加尔文派 一个是阿米念派 哪一个是正确的 哪一个是不完全正确的 我们认为 就是加尔文派是正确的 加尔文派是正确的 亚米念他的圣经的支持 是非常微弱的 他对圣经的解读 就像我说的 是你只需看你 你喜欢的那一部分 但是你不愿意接受 圣经中非反复强调的 从旧约到新约 是一致的那一部分 所以我们相信基本上 但是我们也相信 亚米念中间有非常敬虔的 非常对神话语很认识的 所以亚米念你注意到 他们有一个特质 很多时候 他们 比如说约翰·威斯里 他就亚米念派的 但是他也很欣赏加尔文派的 所以他有一次 他经常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加尔文派的 一些作者的作品拿来 他把中间 凡是跟他的不太相同的 但是他认为 就是认为他觉得 就是不赞成的抹掉 好 他赞成的什么 就留着 他把这些书重新改写以后 发给魏理工会的弟兄姐妹 可是所有的这些的 加尔文派所强调的就是说 所有的这些的真理是整合在一起的 你把真理去掉一部分的时候 你就变成什么 伪真理 伪真理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应不应该热爱祖国 应不应该热爱祖国 应不应该 但是如果你把祖国说 祖国是我们的什么 缔造者 祖国是所有荣耀的归结者 的时候 你就很可惜 对不对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根据这个原则 为什么热爱祖国本身是对的 但是是一个 这个真理不能够把它提高到一个 高大上到一个地步 是夸张的真理 因为从某种角度来说 祖国是养育人 对不对 但是请问父母有没有养育我们 父母跟祖国会不会有冲突 对不对 然后还有 然后举个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说岳飞 我昨天跟那个穆道的一位姐妹在谈 我就举个例子 岳飞 我们今天都很羡慕岳飞 精忠报国 对不对 因为主要驱除打弩 对不对 今天我们当然不讲了 我们就说岳飞有他的历史侣限性 他是什么 于中 我不知道台湾怎么解读岳飞 但是解读岳飞是于中的人 他会把什么提到 提到他的agenda中间 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祖国 现在的这个什么 执政的或者whatever 是什么 最值得拥抱的 可是你知道 所有提到这种理念 或者是agenda的人 他有没有他的 他用他 你用他自己的批判别人的方式 批判他自己 怎么样 就不存在了 对不对 因为你所拥护的 每一个时代的执政的祖国 或者那个祖国执政的权势的话 你有没有你的历史侣限性 有没有 你所有东西都会过去的 什么是不会过去的 所以我就那天就跟 昨天就跟那位姐妹讲 真正有抓得住的 那是一定是在凌驾于 就是人类的历史时空之上的那一位 创造者 缔造者 那万有的根源 也是万有荣耀的终结者 归结者 所以圣经给我们的启示说 圣经在三千 有可查考的 这个圣经记录下来的 三千或者五千年 当摩西写下来的说 神启示他自己说 我是自由拥有的神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人最大的责任 不是说人不需要对社会尽责任 不是说人不需要爱国 不是说人不需要爱家 不是说人不需要他爱他的组织 而是说在那个所有之上 有一个最重要的责任 就是对那个万有的创造者 他的生命的源头缔造者 祖国不是我们生命源头的缔造者 原格说起来 所以我昨天就跟那位姐妹说 基督教所强调的是 神是那位最高最大 最自由拥有的 他自己启示的那一位神 这才是我们最能得安慰 人的价值 也是人之所以有价值 最宝贵的价值 就是我们可以认识神的那一部分 在万有中间 只有人 在神所造的万有之间 除了天使之外 因为天使一旦堕落 他就不能改变了 只有人是有机会认识神 并且根据这个认识 可以做出回应 敬拜他 还是背弃他 所以人的价值是非常宝贵的 一个人的得救 比一个世界都宝贵 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 好 所以我们今天来 希望能够回答你的问题 我已经延长了一点 不过今天我们来看 圣经所启示的得救 是怎么一回得救 跟亚米涅第二点的不同 所以我们上一次谈到 我们先举个简单的例子 大家都知道僵尸吗 有没有看过鬼片 没看过 有 中旭你看过吗 港产的鬼片 有没有看过 那这个美国的鬼片 有没有看过 Zombies 中文 港产叫僵尸 美国叫什么 丧尸 反正不管它中文翻译 是怎么样 你知道僵尸现在成为一个 僵尸片是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movie选择的 一个条篮 你有动作片 有喜剧片 有drama 戏码片 还有什么僵尸片 僵尸现在在这个 不论是东方文化 还是西方文化中间 是非常热门的 这个僵尸拍的 有很nice的僵尸 有很吓人的僵尸 我跟你讲 当你去网上去查 Zombie的时候 这个文化在 这个当今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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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娱乐的这个 这个影片跟TV 手中间是 是非常热门的 你会看到 这个最新的 Netflix 还是Amazon 他们都有僵尸的系列 都在 很多人在看 那僵尸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什么特点 僵尸又可以称为 活死人 就是他本身是死的 但是呢 他又是什么 他又是好像是活的 对不对 所以僵尸他 比如说 然后他们就说 有一个西方的作者 就很有意思 他就说 当你看到僵尸 有一个僵尸 嘴边还遗留着 人类大脑的残留物的时候 脑僵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个僵尸 还肯定还不满足 还要吃下一个 还要准备下一个 那这个僵尸 这个你说 为什么现代人 这么喜欢僵尸 那你实际上 他们就说 这个僵尸实际上 代表了人的一种 内心深处的不满足 因为僵尸的特点 就是什么 他虽然自己是死的 他又可以动 但是他又喜欢吃什么 活人 活人的鲜血 活人的血肉 所以他说 今天我们很多人 他说 在下意识中间 就 很多人就忙碌 忙啊 去工作忙 家里忙 这个 忙到一个地步 就觉得怎么样 在忙什么 忙什么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news 最近什么 Oracle的CEO 62岁 对吧 就突然去世 所以他说 这个在这个忙碌中间 这个僵尸呢 就给人一种下意识的感觉 就是我在忙 可是我真正知道 我在忙 为什么去忙吗 啊 我渴慕这些 新鲜的血肉 渴慕生活中间 有一些刺激 有一些的 给我带来一些的 这个 快乐 追求快乐 可是 当我安静下来的时候 我在想说 我真的知道 我在追求什么吗 啊 所以 在这个僵尸的文化中间 僵尸就反映 人种种下意识的 说我虽然忙 可是我总是在寻求忙的 一个终极的 这个忙 没有让我得到满足 而是带来一种 空虚 当我安静下来的时候 他就 有人就说 我僵尸就好像一种 僵尸的去 去追杀人 是一种 一种这个 哲学 什么意思呢 就好像说 我们每天去读书 去这个工作 去看这个email 然后呢 从星期五 星期一早上 一直到 去做更多的 这个事 每一次做完以后 你就知道一件事情 你下一个email 还会再来 老板又有新的 project出来 所以呢 就好像说什么 僵尸杀完人以后 就不会停在那里 对不对 他会继续去 去什么 去攻击 直到什么 直到你也变成僵尸为止 所以 一个活死人 是这样的可怕 但是实际上 下意识中间 我们就清楚说 一个人 若他的生命 没有一个安息 没有一个真正的 清楚说 就像我刚才说的 人可以反思历史 人可以 我们可以批评 岳飞 说岳飞的历史 局限性 可是我们自己怎么样 我们活在这个历史中间 我们活在美国 我们活在 我们从中国出来 或者从台湾出来 我们的局限性 又在哪里 后世的人 会怎么评估我们 我们为了 某一个政治理念 为了某一个 environmental issue 为了某一个 为了孩子 后世人 会怎么评价我们 所以人可以reflect 这是 人可以reflect 说我是不是 也像僵尸一样活着 所以从圣经的角度来说 我们都是僵尸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圣经给我们看见 在一点园中 你注意到 所有的解读 所有对神话语的解读 一定要回到一点园 一定要从起初到末后 是一致的 昨天我跟那位姐妹 木道的姐妹 我也跟她谈的时候 就说你知道 圣经这个跨越度 是怎样的跨越度吗 是一千五百年的作者 四十多 一千五百年的成书 四十多位作者 不同文化 不同背景 不同地位 可是他们有 超乎人想象 就是奇妙的协调 一致性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 这个神的 今天我们强调的是 今天我们讲的是 神的 这个复活的恩典 复活的恩典 Resurrecting Grace 就是刚才我刚才讲的 我们从Zombie 从僵尸 到复活 复活的恩典 这一个 这一个圣经所强调的 这个恩典 是使人 活过来的恩典 是从旧约 创世纪 到新约起书 一致的协调 所以我们来看 第一个 在伊典园中间 神就跟亚当夏娃 讲了一个 大家都很熟悉的 这个树 两棵树 树上有两棵树 但是呢 一个是 特别强调两棵树 对不起 不是只有两棵树 各样树上 神说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什么 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你不可以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 必定死 我们非常熟悉这段经文 我们大成弟兄 每一次在晨黄团戏 有时候谈到 谈到兴奋的时候 都说又是两棵树的问题了 实际上是这样子的 那在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注意到神说 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 死 请问亚当和夏娃吃的时候 他们有没有死 没有死 实际上是死的 怎么说 就是他们的生命 不再以神的价值 为他的价值 他们的生命 以谁为价值 自己 这就是圣经 和我们启示到的说 当我们说人 一个人是僵尸的时候 强调的是什么 他的生命的源头是什么 僵尸是根据什么来去行动 是要根据什么 血肉快乐 happiness 他没有意识到 他自己是一个 与什么 与生命源头脱节的 他自己本身 他可以 给他吃一些血肉 可以让他有行动的力量 可是他本身 整个存在跟活着 都不是 与什么 与生命脱节 所以当亚当夏娃 吃那个树上的果子的时候 他们的死亡 最重要的是 灵性的死亡 当我们说 人是僵尸的时候 我们强调的人 是灵性的僵尸 灵性的僵尸 所以亚当夏娃 在这棵树上 吃了这个果子之后 他的灵性 不再以上帝的荣耀 上帝的规范 上帝的原则 作为他终极的追求 所以他与 那个永生神的关系 脱节之后 他们就成为 一个灵性的僵尸 所以他们死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说 神讲这句话 不是说 我讲了不算数的 我们一定要强调一件事情 圣经说 神讲话 说话算数 所以神说这句话 说亚当夏娃是死的 就是死的 这个死是强调 他灵性的死 那这个灵性的死 也带来生命的死亡 因为亚当跟夏娃 如果若未堕落的话 他们是什么 不会死的 但堕落之后 他们就只能活九百多岁 就是这么简单 那当然你说 神有没有办法 恢复人与他的 灵性的连接 有 但是正因为 神可以恢复人 与神之间 灵性的连接 但是人却逃脱不了 肉体的死亡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 今天年纪大了时候 觉得气概不好了 该怪谁啊 我们必须经过一死 但是这个死 是就在 那个堕落的时候 就告诉我们 所有人 在灵性上 都已经 与神隔绝 那怎么知道 人的灵性上 与神隔绝 最简单的答案就是 我们所有人 在畏信之先 我们所追求的良善 我们所行的好事 我们都不知道 把荣耀归给谁 要么归给自己 要么归给菩萨 要么归给主义 要么归给什么 我爸我妈生的我好 我们家教的好 真的 你会想到 当你把这些荣耀 归给这些的时候 从某种角度是对的 对不对 的确 父母教导我们也不错 父母也不会让我们 做坏事 所以我们有时候 会感谢父母的教导 可是父母 这些教导从哪里来 所有的良善 背后的那一位是谁 所以这些都是 所以这些 所以当亚当跟夏娃 说他死的时候 所谓他灵性的死亡的时候 亚当有没有和夏娃 有没有悔改 有没有做好事 有没有好好教导 他的儿女 有没有 有啊 可是怎么样呢 这些做的这些事情 圣经说 他就必须经过死亡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在这是圣经 起初就告诉我们的 神的话算术 罪就进入了世界之后 就侵蚀了亚当跟夏娃的身体 今天我们身体的败坏 也是罪的侵蚀 除了我们说的physical以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 我们的physical 无论怎样 都不会maintain 所以今天科学家去发现 人说延长寿命 那只是延长而已 延长三个月的 致癌物质 还什么 cost you millions to develop 你都逃不掉 那可是圣经跟我们 还有很清楚的说 人不仅仅是身体的败坏 从亚当跟夏娃开始 最近入世界之后 人的灵性的败坏 从那里开始 然后我们也看到说 圣经跟我们强调 很几个重要的事情 第一个 实际上我应该把 这两个连在一起 在创世纪 在挪亚方舟 这个神借着洪水毁灭世界 以先 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耶和华见人在地上 罪恶很大 终日所思想的 尽都是恶 所以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今天说 洪水不是毁灭了世界吗 那毁灭世界之后 神这个恶就没了吗 当然不是 亚当跟夏娃悔改了 对不对 记不记得亚当夏娃悔改了 因为在伊典园中 神继续的用什么动物的皮来遮住他 也预表了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替代 但是亚当跟夏娃悔 他第一个儿子成为什么样的儿子 成为什么样的儿子 杀人犯 世界第一个杀人犯就杀了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 怎么样 这个世界大战比你今天的世界大战要可怕的多 对不对 他们悔改之后 有没有教导儿子要跟随神 有没有 肯定有 但是为什么罪还会影响到他 所以这就给你看见一件事情 罪一旦进入世界以后 是不可逆转的 人本来是有不犯罪的自由 但是一旦罪进入世界 无论你怎么样教导孩童 圣经说 那不是guarantee 不是保证的 为什么 罪在文化中间 在环境中间 包括你自己身上 仍然有罪的残疑 就好像那个僵尸 僵尸有一个特点 有一种僵尸就是什么僵尸 僵尸碰到你以后 或者进入你的血液之后怎么样 你就成为僵尸 你就成为僵尸 那就形容罪的侵袭 西方有部电影是谈到 也是这种僵尸病毒形成的 就是这个隐性中间 就是这个罪 或者这个僵尸的影响 是很厉害的 所以在大卫的诗篇中间 我们谈到创世纪 然后说从创世纪第六章之后 就神毁灭世界 那罪就没了吗 开玩笑 毁灭是因为最近入世界 才有第一次毁灭 可是第二次毁灭之后 你注意到看 经常我们说读这句话的时候 你经常看到好的 不想坏的 你先认识好的跟坏的 同时认识 我们经常强调的说 耶和华闻到 挪亚献祭的新乡知悉 就说什么 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 也不再按照我才行的 毁灭各样的活物了 我们经常会强调说 看神的恩典 不错 那是神的恩典 可是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是不是说神不会再毁灭世界 是不是 不是啊 他是说神不在什么 因着人的缘故咒诅地 还有什么 不再按照我才行的毁灭活物 也就是神最后毁灭世界的时候 所谓的毁灭 我们再讲一遍 不是把这个地球 把它这个拿个拿个炸药 或者是什么 生命都死绝了 不是指这个 我们所强调的是什么 不再按照洪水的方式 来毁灭世界 然后呢 还有一个强调的是什么 小字打了括弧 也就是说人不愿意接受这件事情 圣经告诉我们 在挪亚方舟之后 人什么 从小的时候 就心怀着恶念 然后这句话 我们在下面看这句话 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 大卫的诗 我们经常读诗篇的时候 诗篇太这个是夸张的 诗篇是这个 因为它是诗嘛 所以它就拟人化 可是你知道 圣经并不是这样认为 如果特别是诗篇中间 对上帝的描述 对人本质的描述 那不是夸张 那不是这个 一个表达手法 而是真实的 在大卫的诗篇中 他又强到说 我是在罪孽里生的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 就有了罪 所以这些都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 人的 我只是剪了这几节经文 圣经济上到处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 就是好的家教 也不能带来 guarantee 这个人是没有罪的 所有人都在罪中 所以人的罪是从母妇中就有的 那圣经给我们看见说 在新约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 他给我们看见的 所以我们今天强调的是复活的恩典 因为这个恩典必须是复活的恩典 这个才是最宝贵的恩典 也是基督徒所传扬的 复活的恩典中间 就在这里 在给这个僵尸们 给我们这些 在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的好消息 在新约就可以清楚说 什么是复活的恩典 就是我们借着洗礼 与他一同复活 洗礼是指向那个复活的 那个隐藏的不能看见的真实 然后呢会带来新生的样式 然后等等 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所以这是圣经所强调的 就是复活是神的恩典 这个恩典才是救恩 这个恩典才是基督徒所强调的永生 那而圣经又另一方面 又反复地强调 同样在旧约跟西约都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所有的人都什么 偏离正路 没有行善的 所以我刚才已经强调这个善本身 昨天我在跟那个姐妹也在谈 这个善 我想在我的课上已经听过 我的课比较多的就强调 这个善的强调有好几个 一个是强调射中靶心 你光是射中靶是不够的 大部分的善是射中靶 但是是不是射中靶心呢 什么叫射中靶心 解释一下就很简单 就是说你不仅行善 是你最应该行的那一个善 因为我们可以做很多善事 有些人选择说大善我不做不了 我不想做 不是做不了 然后我去做一些小善 然后呢 还有呢 你所行善的动机是完全的 什么时候动机完全 比如说你行善之后 你不能说我归荣耀给佛祖 因为佛祖不存在 偶像是人发明的 所以你的动机 然后还有很多人行善之后 要把他的这个什么 他的捐献的金钱 公布在什么榜上 圣经给我们看见法利塞人 上帝说法利塞人已经得了他的荣耀 他的荣耀是什么荣耀 就是别人称赞他 所以行善的 不仅你行善要行到你最该行的 而且呢 行善要的动机是完全的 什么是完全 就是你没有一点私心 然后呢 你又能最大程度的 把荣耀归给上帝 所以我们的行善 我们的捐献 我们的所有这些东西 都是什么 在得救之后仍然是不完全的 仍然是有着玷污 有着影响的 还有行善 我刚才讲到的 除了你做善事的时候 你行的你最该行的 然后呢 我刚才谈到 一个叫善行 有一个叫做 一个叫做我该行的 还有一个是什么 一个 对不起 对 就是这个 好 就停在这 因为有很多可以讲 不过 基本上我们看到 圣经所所谈到的 并没有行善的 一个也没有 它是指完全的善 圣经上说 耶稣在 那个与那个富有的少年观的时候 他说 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 因为除了神以外 没有人是良善的 圣经就从起初到末了 都隐藏着一些 都都 你不愿意接受是你的事 但是我们仔细去读神的话 你就知道 圣经告诉我们 没有包括信 耶稣的犹太人 信主的我们 在我们的良善中间 都打着折扣 没有像耶稣那样 所以 这些罗马书都很熟悉 所以你知道 这一段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不荣耀他 也不感谢他 所有其他宗教的善 从这个本质上 就什么 就偏离了 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们在大陆的时候 我以前举过这个例子 有一部电影叫 滚滚红尘 我那时候在高中的时候 我们 曲伯伯您听说过吗 林庆霞主演的 滚滚红尘 林庆霞秦翰主演的 滚滚红尘 我们在高中的时候 就听到一个消息 好像我后来看了 还是没看 我忘了 不过最重要的一个消息 就是禁演的 但是我就会说 这个禁演是什么 人家是一个爱情故事 对不对 你知道为什么禁演吗 曲妈妈 你们从 不知道 谁从大陆来的 知道为什么禁演吗 不给看 还记得吗 或者只能在小电影院看 大电影院是不放的 后来 滚滚红尘 因为那个主角秦翰 他做的职位是什么 还记得吗 那个洪飞你应该 很简单 他是个汉奸 你就知道 就是很简单 就是说就是因为 他的一个职位的牵连 至少这个故事 职位的牵连 他的善 他的这个 凄美的爱情故事 怎么样 不值一提 所以在人类的历史文化中间 任何时代所鼓吹的良善 都有他的局限 他的局限是什么 你把荣耀归给谁 你最重要的归给的 不仅是说 最后所有一切的荣耀 是归于神的 最重要的也是给神 因为我们的生命气息 我们的那个良心 我们那个生命的本质 圣经告诉我们 按照上帝的形象 跟样式造的人 上帝是万有的那个源头 也是万有的托住者 圣经告诉我们 你你做行事为人 立志为善 都是什么 神在背后托住你 可是你最后 却把荣耀归给谁 所以这一切 我们就圣经上说 什么叫虚妄 什么叫昏暗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在做所有的事情 背后我们都 都缺 都在没有认识主耶稣之前 我们都不会把这些 与那个万有的 最大的 最终极的那一位 联系起来 所以这才是我们 所要小心的 所以这就叫 属灵的僵尸 我再讲一遍 灵性的僵尸 是圣经所 清足启示的 我们来 这个我们下面 一会儿仔细来看 所以我 下一个 一会儿我们回头再看 所以我今天这堂课 在traditional的 传统的加尔文的 教导中间 是强调tulip 强调tulip 所以他说 total depravity unconditional 这是上一堂课 我们讲的 所谓的计划 是神的计划 不是神根据 我们的反应 做的计划的调整 那才是计划 那是错的 这是圣经上强调的 绝对不根据 我们的回应 而是神的计划 他自己的美意 这是上一堂课 然后这一堂课 在哪里呢 这一堂课就在这 叫total depravity 计划的恩典 是上一堂课讲的 今天我们讲到的 复活的恩典 resurrecting grace 是全然的败坏 全然的败坏 所以知道 刚才我说的 这个僵尸啊 这个僵尸跟活人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僵尸是活的死人 他是死人 这个活的呢 是人 你说死人跟人 有什么 活人有什么区别 最大的区别 就是死人知道自己 不知道自己是死的 活人知道自己是 活的 就这么简单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我们 所以神的拯救 我们再讲一遍 神的拯救 不是让一个人 变得好一点 比如说 我因为信主了 我的抽烟的 这个坏习惯 没有了 我感谢神 我跟别人去见证 请问 这种见证 是不是把我们救恩的本质 见证出来了 有没有在其他的宗教中间 也有类似的见证的 有啊 所以什么是福音 这种见证不是传福音 这种福音是做见证 但不是传福音 福音是把我们人的本质的那种死亡 败坏讲出来 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个多特信经的时候 我们来看多特信经 在他的这段教导中间 他就强调说 人的死亡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误用自己以为有的自由 去什么 背叛了神 我们刚才说 当亚大夏娃 选择不听神的话的时候 他们犯罪不是在吃了果子才犯罪的 他的犯罪是在内心深处 不再以神的话为绝对服从 或者绝对真理的衡量的时候 说我自己也有一些判断力啊 我能不能 就用我的判断力 那个果子什么 可口 看起来也什么 不可怕 如果那个果子做得像骷髅头 如果那个果子发得腥臭 请问亚当夏娃会不会去吃 不会 可是为什么神上那个果子很可口 神上那个果子很香 那亚当夏娃为什么一定要去吃 他就是说他把可见的 他把可以感受到的 作为什么 真理的绝对依据 再讲一遍 如果你把你的感受 只把你的感受 应该说不是不需要用你的感受 只把你的感受 只把你对一些事情的 可见的果效 就像我们今天去耶和华见证人 耶和华见证人有很好的关于教养儿女 教养儿童的那个内容 只把这些有限的东西的果效去看的时候 你就会什么 有可能背叛神 就像亚当夏娃背叛神一样 不把神的话作为那个所有真理的依据 所以他从而就 但是正因为如此 他就丧失了这些优美的恩赐 是自己陷入心灵的盲目 再讲一遍 人的我们的我们在 得救以先 我们的心灵是盲目的 不是因为我们不会行善 而是我们所有的善 我们所有的好都不知道 都不敢 不是荣耀神 也不是为了感谢神 只是为了我良心得一点安慰 就有一个前一部有部片子 还有一个具体的调查 就是谈到在希特勒时代 有一个非常重用 被这个纳粹重用的一个叫 Operation的一个天才 他这个天才 什么叫Operation天才呢 就是他把大批大批杀害犹太人的计划 做得天衣无缝 以至于周围的人都不知道这些情况发生 而且做的是非常的系统的去屠杀 当时这个人后来被审判的时候 是唯一被抓回来 抓到以色列的法庭上审判的战犯的时候 他们发现这个人实际上是一个很Nice的人 这个人他实际上内心 他没有去教导 他不是我们想象这种人是一个什么 去教导他孩子去把 去把人的头打开吃吃他的脑僵的那种人 不是的他是一个很普通的职员 他是很忠实的运用他的Operation 执行方面的恩赐去什么 服侍纳粹帝国的荣耀 就这么简单 他把他抓来的时候 就是说就当然他最后是被判刑了 这是唯一的一个以色列的 这个以色列法庭判刑的 很少几个能被战犯 被以色列在 在那个以色列立国的时候被抓回来的 但是就是说 我们就知道说 所有的人当我们 把我们的恩赐去运用在错误 或者说做的事情本身有一些价值 但是最终的目的是错误的时候 就进入心灵的盲目 可怕的黑暗空隙跟妄断之中 请问对这个岳飞的愚忠 比如说对这个 这个南宋吧 还是北宋我忘了 南宋是吧 南宋 请问岳飞对这个宋朝的愚忠 是他一个人兴起来的吗 不是吧 是有多少的什么 京中暴国的勇士 投入到对那个君王 对那个国家的什么 效忠中间带起了一批的什么 这种热血奋腾的青年 京中暴国 怎么样 很好吧 我们因为他们要非常感谢 因为在人的骨子里要有一个忠诚 对国家的忠诚是应当有的 但是这个忠诚在2000年之后 过了一个时代 就被人批评说什么 于中的时候 批评人于中的这些人 实际上可能骨子里就不愿意效忠任何时代 但是我要强调的是说什么 我们就是说所谓的意志变为邪恶背叛跟顽梗 所有的这些词 邪恶背叛顽梗 包括善行 包括行善 我再讲一遍 包括就是不是 就是有限的 有局限的善 邪恶 我捐了钱 我说什么 谁教育的好 然后呢 掩盖一件事情 就是真正让我们行善的那个良心 那个灵魂的生命的印记是来自上帝的 然后我继续去什么 行善完之后 我继续去比如说迫害基督教 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 他并不是说他以前是做什么 杀人抢劫放火的 最大的罪魁是对上帝真理的压抑 迫害救恩福音的传扬 保罗是指这个意思 一个人可以在他扶老奶奶过马路 捐了所有的钱 为什么希望工程 做了所有的事情 不为自己只为别人 但是这个可以是成为什么 就像我刚才举的滚滚红尘的例子 在上帝永世的眼光中间去看的时候 邪恶背叛 这是基督教最让人震撼世界的教导 这是基督教最清楚 最让人震撼世界的教导 如果这个上帝不是万有的缔造者 万有的托住者 万有要归荣耀给他的上帝 我们可以不用教导这种 耸人听闻的话语 但是这是圣经的启示 这不是从我来的 我想不出这样的上帝 我想到的上帝 都是我可以什么manipulate 我可以借着我的善行去操控的 神可以根据我的善行来什么 来拣选我 这是人想象的 不是神启示的 所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就是说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 这么说吧 你就想说为什么 所以在人的本性跟本质如何 所有这些都在教会历史上 给教会带来了什么冲击 教会每一次遇到这些 这些今天所有今天的教会中间 这三种认识还是存在的 这也是我为什么在教会中 要教导这件事情 这三种事就是说 第一个人是灵性上 总体来说是健康的 人可以根据他的理性 根据他的感动 去做出正确的回应 所以这是不拉旧主义 就是说人的得救是什么呢 是可以说很多时候 人大部分的时候是健康的 如果一个小孩子出生的时候 你给他好的教导的话 他是健康的灵性 在这个大公会议 在我就不讲具体的 在公元三四四五世纪的 一个大公会议上 否认了 连天主教也都说 这是错误的教导 第二种是说 人的灵性是软弱的 那这一个是今天天主教的教导 他有点像是柏拉旧主义 但是他做了一些软化 他就说呢 不错人需要恩典 才能够得救 但是呢 人还是有这个得救的这种可能 就是若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当救恩临到的时候 人可以做出一个去抓住救恩的决定 这个决定呢 是让人得救的 那这个是今天天主教的教导中间的一部分的 但是我们说这个从本质上是跟前面没有太大区别的 是虽然有一个软化 就是说至少人不再是中性的 可以选择 而是说 那第三个就是雅米念的想法 雅米念的想法是谈到人的 人是有病的 灵性是有病的 所以需要神的恩典的浇灌跟注入 但是圣经跟我们看到的是灵性的死亡 所以我们就回到这一段经文 非常有重要的经文 在以弗所书第二章 以弗所书第二章 大家可以打开以弗所书第二章 一到七节 这是最清楚的教导 十点半了 问题大家下次问 回去仔细思考一下 我们回到以这段经文作为总结是很合一的 第二章一到七节 非常重要的经文 所以我们以弗所书成书也很重要 以弗所书 这个以弗所的文化就是一个信靠假神的文化 以弗所的时代 我们星期五查经的时候就谈到说 以弗所有世界七大神迹的 七大奇迹之一的 叫亚特米斯神庙 那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迹 奇观 其他奇观不是奇迹 但我们来读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 第一到第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好吧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他叫你们活过来 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 随从今世的风俗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就是现今在被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重肉体的私欲 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本为可怒之子 和别人一样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 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当我们死在过犯之中的时候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要教他极丰富的恩典 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 向我们所施的恩慈 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好就到这 所以这段经文我想 这个星期的功课就请大家好好去读一下 就是思考一下 他这里所强调的是什么 你们是什么 有病了 你们软弱了 你们可以做出选择吗 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没有一点含糊的地方 以夫所书很特别的 就是你要知道 整本以夫所书的这个氛围 是一种把上帝从亘古启示的 那个荣耀的对教会的期待 很平稳的 没有任何火气的来什么 讲述出来 所以如果这封信是这样子的时候 他所讲的就不再是一种夸张 不再是一种什么气冲冲冲的时候 说出来的一种什么过分的言语 是非常清楚准确的告诉你 神在历史历代中的启示 我上次提到 神保罗牧师对以弗所书的注释 他就写的那本书的题目叫天窗 把上帝真正的那个勇士的心意 我还记得他以前讲道的时候一次提到 就是他就谈到他晚上做梦的时候 他不是谈到梦境了 他就想到说神的那个旧温呢 是在创立世界 以先就已经什么 圣父圣子圣灵定下的 预定的 计划的 不是说创立世界之后 哎呀糟糕了 对不起 有一个小圆子走偏了 所以先从撒旦堕落 撒旦堕落之后 我又一次没照顾好这个亚当跟夏娃 就让蛇进入一点园 亚当跟夏娃又被蛇诱惑 对不起 我老人家还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完全 所以这很重要啊 这很重要啊 如果上帝是这样的上帝 我请大家不要来教会了 你要心的上帝 必须是圣经所启示的那一位神 从起初指名幕后的是 所以神牧师虽然是为理工会的 他后来就越来越清楚那个什么 完全是恩典 唯独恩典 这就是 雅米涅思想 跟这个 加尔文思想的分界 唯独恩典 是不是唯独恩典 是不是神是那一位 真正掌管万有的那一位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你一定要说死在过犯罪 你不是说人可以去 所以我们今天说就这个目道有这个词 实际上是雅米涅的想法 人有没有真正去目道 没有 人是去寻求目道 寻求真理所带来的好处 就像我自己一样 人开始去寻求神的时候 是先去寻求宗教带来的好处 安慰 方向 等等 但是圣经说 你们从未真正寻求神 直到神让你们活过来 你才开始真正目道 所以真正目道的只有基督徒 没有非基督徒 真正有信心的 有真信心的 也只有基督徒 其他都是因为各种原因 神借着什么 神借着教会所施行的各样的恩典的渠道 让人可以有机会至少听到福音 就是这样 就是这么简单 这是圣经的教导 所以你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 这也包括有宗教信仰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所以假宗教就是撒旦什么的工具 就是现今在被你支走心中运行的邪灵 等等 所以你去读 仔细去读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把真宗教跟假宗教 真的救恩跟那种以为得救 但是却是什么 不是以寻求神 而是以寻求宗教事业为主的救恩 分开 你知道今天很多的打着牧师旗号的人 他去做宗教的事业 很可惜 很可惜 但是如果你去读神的话 你就不太容易偏 但是基督徒如果不成熟的话 是容易被带偏的 所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 神就叫我们与基督一统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我们的复活 我们最大需要归荣耀的是耶稣基督 这就是复活的恩典 所以除非你认识到 你在得救以前 真的是活死人的话 你还不会去寻求那个什么 真正活过来 就是为了耶稣基督的荣耀而活的 那才是真正的活过来 所以这是今天我们所要讲的 就是若没有圣灵的重生之恩 我们既不能也不愿归向上帝 今天有多少人来过教会 听到过福音 为什么离开 或者我不是说离开之后不太可能回来 我只是想说很多人为什么不再离开 为什么离开的时候 就是说他们不能也不愿归向 他们内心希望得到的是一些的安慰 一些的引领 但是他们内心深处 除非神的灵使他们重生 他们不愿意归向神 割出本性的败坏 人的败坏 我再讲一遍 若不以上帝为你生命的核心 你的败坏 是不可以医治的 你可以寻求教会的一些的 得到教会的一些的安慰跟引领 但是我必须要说我们需要我们希望的人是什么 我们所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需要人真正去寻求神自己得到 得到神自己才是教会能够带给这个世界最宝贵的礼物 教会不值得我们去做 就是从某种角度来说教会是一个罪人的集结 但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在教会中间 服侍神是为了跟随基督 好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的话 天方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给我们看到一个复活的恩典 这复活乃是从灵性上根本的复活 就是我们的生命的追求 不只是局限于我们所见到的 宗教给人带来的一些的改变 我们所要追求的 我们所要复活的 得到复活的 乃是主你自己的生命 主你自己所从圣灵所内住的生命 为你而活的那样的生命 主啊 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启示 我们知道虽然在教会中间 在许多的弟兄姐妹中间 他们愿意认识这个真理 但是他们被引偏了 而且他们也许多的时候 没能听到纯正的福音 所以我们就为他们献上祷告 就求主你也是 凡愿意聆听你福音的人 能够有机会听到真正的福音 对自己属灵的真实 有更清楚的认识 也求主你借着这样的教导来 让我们谦卑下来 也让我们更多的来过一个 生命为你而活的一个见证 不是光光的 只是这个 做一些表面的改变 谢谢主 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个人 继续在你的教会中间 来施行奇妙的复活的救恩 让更多的人得到这复活的恩典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Amen 好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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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